对于未满20岁 年轻未婚怀孕女孩的帮助 高雄市议员白乔英在议会临时会上 向市府社会局表示关切 希望市府要持续关注辅导 降低这群怀孕少女们的彷徨无助感 不只要跨局处整合主动帮忙 更应该要善用民间力量 作为珍珠计划中最有力的后盾及支持 我是认为说社会局应该要多花点心力 去关心这些未成年的未婚妈妈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是非常辛苦的 尤其这些年轻妈妈们又缺少后援 缺少另外一半 所以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 那个状况一定会是格外的辛苦 那我们也知道说 之前政府有在推珍珠计划 我是去年度唯一一个捐款的人 询问之下才知道 那我们希望说社会局 不要放任这样的状况继续发生 应该要继续呼吁外界来捐款 然后继续用资源来支撑 这群未成年的未婚妈妈们 其实任何一个服务方案 不会因为捐款的停止 然后就不再提供服务 我们会用相关的其他的民间资源 或者是公务预算里面来支应 那据了解 目前我们这个账户里面 还有700多万 所以我们的服务还是一直在提供的 另外白乔英提到 少数金帐朋友属于了解及关注 或是引介治疗 甚至可能成为社区中的头痛人物 白乔英希望社会局建立完整通报机制 不要让隐藏的伤害出现 也可以进一步帮忙送医治疗 建立精湛朋友 重回社会的信心 在谈我们照顾医院的这一块的病患的部分 不会讲说他是不是精神障碍或怎样 当他进去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些规范 他必须没有传染病 或者是等等的才能进去 那进去之后可能会因为时间久 然后年纪大了 会有一些的自残行为 这是难免的 那这都是在机构里面应该照顾的 那如果还没有收容安置 然后进去发生这样的状况 卫生局这边会做协助处理 其实我们非常肯定 社会局愿意去重视这些社会边缘的角落 可是我们也发现说 在社区里面有很多 让民众都很头痛的人物 他们会吓人或是自伤或是伤人 都是有所闻 那我们也希望说 社会局是不是可以订定出一个标准 符合什么样的标准 我们就要进行通报 社会局则表示 对于精障朋友的关怀和照顾 也会透过卫生局的追踪辅导 能了解并寻求医疗上的协助 降低对社区中所反映的风险 也让隐蔽角落中 有类似精障状况朋友的家庭 获得帮忙进一步融入社会学习 甚至安排进入职场工作 记者李嘉隆 高雄采访报导